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半黑夜 白天跟黑夜都一样长 大家一起照光的能量动起来 我是节气守护神 在春分这个节气 我有三个超能力 玄鸟制 玄鸟制 雷奶发生 雷奶发生 石电 石电 当宝石发亮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三后超能力 没亮 我的超能力宝石 怎么没有亮 这要燕子就会忘记飞回来煮茶 天空也不会打雷和闪电 到秘密基地找小朋友帮忙 秘密基地 我们赶快到秘密基地 帮手务神想想办法 哇 这里有舒服的海浪声 还有在天空分享的小鸟 小鸟制 鸣鸟海的山坡边 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瑞芳的联动国小 在春分这个节气 他的白天跟晚上是各一半的 请问什么东西会是一半一半的 鞋子 鞋子 鼻孔 鼻孔 耳朵 鸭齿 眼睛 眼睛 一半一半 是对称 要有对称平衡的力量 才能抱住守护神吗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称的魔法阵 来帮忙守护神 恢复他的超能力 出发喽 出发喽 出发寻找 魔法最需要的材料喽 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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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儿观察看看 有什么材料是可以运用的呢 水珠在上面 对 超漂亮的 可以沉水 可以沉水 液液液效应 沿着山壁斗 发现耳朵放眼在身上的植物 叶子的叶脉 也是对称的哦 花瓣是对称的吗 开始采集魔法阵说要的素材喽 找到我们要的热豪夜 这些对称的植物 我们可以好好运用 需要在地上的果实 也可以装饰魔法阵喽 我们走到马路好 我们走那边比较近的 好 顺便进口 好 OK 收集好材料 我们可以开始画 魔法阵的设计图喽 大家分工合作 做出对称的魔法阵 先用粉笔 在地板上 画出我们设计的图案 再用对称的树叶来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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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那里啊 我放那里啊 我抓的用手件 基本上就有了 不要带手 可以 我可以 检查看看有没有对称呢 有 你走就要检查一下我们就给手 你走就要检查一下我们这个 有个好方法可以创造出彩色的果实 一起帮我们的魔法阵增添更多美丽的色彩 大家一起发挥魔法阵的能量 小宝宝 你准备好了吗 选鸟痣 来两个宝宝 实验 我的聪明力宝石恢复了 可是怎么还有两个没有量 第一个宝宝的聪明力 选鸟痣 就是能让燕子飞在屋檐下竹巢 生了很多小宝宝也是春分初后 联弄过小的海边 不知道能不能采集到一些能量植物呢 节气探索 我们继续帮守护神想想办法 先来找找 再穿问这个节气 有什么特别的野菜 有人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吗 植物麻 植物麻 好厉害哦 那你们知道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知道毛毛是毛毛的 毛毛的 它可以这样子 它会粘在衣服上 它有个很容易辨认的方式 是你把它翻到背面 它是白白的 不动不动 你们知道这个吗 是乱丝板菜 这个是石板菜对 我们今天就是要摘这个 石板菜以及青柱麻 我们的目标 是要采刚刚好的青柱麻 跟石板菜 谢谢你自己拿 稍微拿给 这有六个 不要连根拔起哦 记得吗 那把根拔掉 我们要拿到剪刀 用剪刀剪 这个大副给这个大副 不是大副好就好 我许大副不好 接下来换我们大展身手咯 野餐红大饼 菜式料理 准备好的野菜 摆在桌上 充满能量 先把石板菜跟青柱麻洗干净 将青柱麻加牛奶 酱成汁 把菜粗的纤维过滤掉 你看他这样一个一个 把它摆在桌上 放入日米 蛋跟面糊 一起搅拌 铁锅加热后 倒入拌好的面糊 加在这种黑暗釣魚里面 哪有黑暗的 最后放入烤箱 开始长大咯 用其他的食物 好好固制一下餐桌 准备好好的享用美食 野菜烘蛋饼 上菜咯 我们要学习饭 让我们在川风这个节气 细致到自然 让我们在川风这个节气 有这么丰盛的一餐 让我们在川风这个节气 第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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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刀 第一刀 第三刀 那要什么东西 大猴咬下 野菜烘辣饼 自己做的最好吃了 自己做的最好吃了 咬地日方的外观 却有天堂般的味道 这很难看 但是很好吃 我们是起自家蛋饼 守护神 我们把川风的能量 都吃进肚子里咯 又亮了一颗 第二个保持的超能力 雷奶发生 就是能让天空发出 打热的声音 通隆隆 也就是春分二后 剩下最后一颗保持梅莲 动一动身体 也需要帮助 大自然母胎 动一动 用我们的身体 可以创造出 更多的能量 跟着鼓的声音 动一动我们的身体 跳 跟着节奏变化 我们在玩抖路游戏 我们现在要参加的是 慢动作比赛 慢动作比赛 开始咯 除了这样 慢慢走 手也要慢慢摆动 很多位选手都非常努力地往肩膀 都非常努力地往肩膀 慢动作摔倒了 慢动作要抵达终点了 我们来做一个对称的练习 黄金里先示范一下 镜子游戏 白天一半 黑夜一半 春分是一个对称的机器 镜子也是对称的 除了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 身体也要很灵活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跟平常照镜子 有不一样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人 跟我长得不一样 然后动作一模一样 他会一下快一下慢 我是觉得有点困难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玩 诀窍就是 专心看着那个人 有点困难 那我知道了 我们就是要 为了让你恢复这个超能力 我们就是要把这三个咒语 变成一服一服一服的话 我们可以用身体 把三个超能力都变出来 三号的超能力 要怎么用身体表演呢 这样过去然后呢 在做动作之后呢 碰到我对这边要动 然后做完这个绕眼 要不要动 然后你做完没影响 你就会有没有动 我觉得困难的是 我要跟着他的动作的时候 如果没有清楚看到的话 如果一眨眼 可能就会用错动作 我脚都会来不及 跟上方应力很熟 我们是吧 我是人鸟 每一组都很认真的练习准备 选鸟制 表演开始咯 雷奶发声 像谷来讲 非常棒 沈见 解释 神圳 语 温雳 看见 Salt 大家组合在一起 就是千万 我的超能力全部都恢复了 第三个保持的超能力 使电 就是能让闪电穿过乌云 好像闪光灯 光大地拍照 也就是春分三后 谢谢小朋友帮忙 在春分的解气里 用手画出魔法阵 玩好多好玩的肢体游戏 用超强的观察力 采集山边的野菜 还有制作超好吃的野菜烘蛋饼 小朋友的超能力 一级棒 你跟这些小朋友一样 也拥有超能力了吗 一起来发挥你的超能力 对啊 我为你们准备三个箱子 我有个好主意 我们可以用今天学的六感体验 把手务神的超能力 做成动画 做成动画 这样超能力就不会下室了 来 做动画咯 做动画 耶 我们还有一些isel包 准备彩 准备彩 美乃花生 夜 你有发现春分的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吗 我们下个节目见